各位朋友大家好 各位很多人看過我的影片 我常常會講到龍發糖 因為那都是跟精神病有關係 我因為長期跟有精神病患的人接觸 我就對他們這些奇怪的言行 產生很大的疑惑 我不能講是好奇 沒有什麼好奇 因為那是一個人間的悲劇 所以沒有好奇 只有只想探索為什麼 還有如何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看了大量的心理學的書 還有精神病的研究的書 還有醫藥 可以說也是汗流衝動 我看過非常多 希望是能夠幫助他們解脫他們的困境 後來我發現到 連精神病醫師跟護士不用講 還有那個看護也都不用講 講醫師好了 精神醫學的醫師好了 他們其實也是愛莫能助 所以才會寄託於台灣以前有個龍發糖 現在被解散了 還有那個瘧疾還是什麼東西 疾生成什麼 疾生成什麼 一大別的問題 把它解散了 其實那個龍發糖 它做了一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沒有注意 就是它等於是勞改 勞動改造 也就是共產國家常常會有的 所謂思想犯要送去勞改 勞動改造 就讓你每天惡其體肤 控發疾生 而且勞其筋骨 讓你每天累得要死 然後吃一點點東西 覺得你既寒交迫 你腦子就不會去想 去思考 就變成一張白紙 跟野獸 禽獸一樣 活著 僅只是活著而已 行私走路 勞動改造的目的就是這樣 而那個精神病患最大的苦惱 就是它腦子裡不停地在運作 都胡思亂想 想了一大堆東西 都是超乎常情的 而且是無用的 所謂無用就是 對這個社會是沒有貢獻 對它自己也沒有益處的東西 它腦子沒有停 那是因為它手是停的 身體停著 所以它腦子沒有停 而勞動改造就是 讓它的身體一直在動 它腦子沒有時間思考 就這樣 那其實我就發現到 剛好有三個人物 剛好可以比擬一下 有的人講說 那個精神病患 很像很多藝術家的精神病患 不是 很像我們來比較一下 還有藝術家 是不是 比如說畫家好了 跟那個設計師 他好像很相像 但是實際上他有什麼差異呢 我們現在剛好 我做了一個表 我做了一個表格的分析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我們先來講這個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分起點 分野點就是 藝術家跟瘋子 他的言行 就他思考的那個內容 全部都是什麼 For me 只為他自己 藝術家是在那個 馬斯洛的那個 人類的五大需求上面 頂端的自我實現 藝術家他這樣 餓得 沒飯吃的時候 他仍然要在自我實現 他做他創作 他的創作 能不能賣錢 他完全不在意 他就是一心一意 他要做他的事情 他想做的事情 那就是For me 為他自己 那那個精神病患也是這樣 他的所有胡思亂想 全部都是佛命 他跟這個世界完全脫離 再來第三個 好像藝術家也 設計師也要會畫畫 也要會做模型 也要會去想很多東西 然後也常常在那個思考 是不是跟精神病患 跟藝術家很像呢 很執著呢 是不是他也是在自我實現呢 錯 設計師是非常入室的 就是初室跟入室那個入室 他的所有的行動 全部都是什麼 For you 為了別人 很簡單 像以我做設計師做了40年 40多年 那我想的東西 都是要給人家使用的 做出一個用品工具 或者是什麼東西 是給人家用的 我會去想這個東西 如果是老人是要怎麼樣用的 小孩要怎麼樣用 殘障者要怎麼樣用 殘障者有輔具 那這些東西就是 我們想好之後 我們做出那個原型 教給這些人去用 小孩用 老人用 殘障者用 然後還有女人用 男人用 他那個人體工學的大小 這些 再來修改嘛 雖然已經有數據 但是數據不準 我們用實際來修改 這樣子 這樣子不斷的這個 try around try around 試驗跟那個 改變 試驗改變 這樣子 最後就是完美的產品 誰都可以用 或者是有特定的人可以用 這些東西都是什麼 for you 是為了別人 不是for me 不是為了自己 當然我自己也會設計一些東西 襯手的東西 我喜歡我的工具 比如說你看 你看那些 做那些什麼雕塑 做陶藝 做很多那個 紡織也有 反正是手工業的東西 他都會有做一些 他襯手的 自己襯手的工具 那些東西是外面買不到的 就所謂的獨能工具 就是因為 這些東西剛好符合台灣 像比如說 我們買一個工具回來之後 我們可能會把它 把手的部分 按照我們的手型 去修改 修成我們的手型 所以拿起來順手 很省力 這種東西都是一種改良 那都是 那都是為了要 要施工方便 那這些東西 這個就是所謂的 那個 而且設計師的最重要的 功能是什麼 是別人給你問題 比如說 人家條鏈的那個 specification 就是 specification 就是他要求 這個產品要達到 什麼什麼條件 什麼什麼功能 OK 你一樣要記起來 然後你一樣要解決 然後做出那個東西來 然後展示給他看 那個成品是無聲的 這個作品 就是我不用解釋 你去操作 你不是告訴我 說你要一按這個 蓋子就打開 然後你一按 就有聲音 你怎麼怎麼樣 然後隔了多少秒 之後它自動合起來 然後自己就關機了 這些東西 我全部都要滿足你的要求 自動控制的話 都要滿足你的要求 這就是設計師的功能 不管機械設計 或者什麼什麼設計 都是這樣 那你需要能夠 一個劍可以射到 1000公尺 那你就要想辦法 這就是 設計師 工程師 要去想辦法 解決問題 那還有一種就是 要發明就是 人家還沒有給你問題 你就會發現問題 像比如說 你在路上一走 看到有人露倒 你會問他 為什麼露倒 是不是有什麼 這個人可能是盲人 或者看不清楚 或者地下有什麼不平 你就會想辦法 就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這就是設計師的功能 全都是for you 當然for you 也是for me 因為你在這個人群當中 之一 那另外一個 就是思考的方式 這個 看起來好像都一樣 因為設計師 也是常常在抽煙 好像什麼都沒動 有時候要做四個小時的迷動 連電腦都沒有畫圖 就在裡面想 可是他腦子裡面已經想過 打叉 不要 廢機 再想第二個 又覺得有打叉 又不要 他腦子沒有停過 但是一直在運動 這樣四個小時 也會肚子很餓 我的經驗是這樣 不是說 你每天要做體力活 你才會餓 不是 動腦也是很消耗能量 那那個 藝術家也是 他常常在找靈感的時候 坐在那邊 抽煙 在那邊凝身 不知道幹什麼 精神病患也會 抽不抽煙 都一樣 坐在那邊 胡思亂想 好像在凝身苦思 其實不是 是因為他實際上 腦子裡的東西 精神病患 他的腦子裡的思考是 温散 沒有目的 沒有目標的 所以他們常常會前言不搭後語 你問他什麼東西 他沒有邏輯性 完全沒有邏輯性 可是 藝術家跟設計師 他是集中精力 有具體目標 他會去做 你可以想像看 一個雕塑家 他想了很久之後 構圖 原來先在紙上構圖 然後畫在雕塑的材料 不管是石頭還是木頭 他在上面畫完之後 或者是 用樹的 用那個 不管是黏土或什麼 或者是陶土 就用樹 樹造的 加法 雕是減法 OK 那他就會 他有具體的目標 他一直往那個 他具體目標去走 同樣的設計師也是一樣 他已經在紙面上 已經在腦子裡 運轉過很多次之後 最後他認為 可行方案有1 2 3 然後我們就開始 1也做 2也做3也做 然後來試驗 哪一個好樣 可能融合等等 等等 這都是有集中思考 但是有具體目標的 精神病沒有 那 因此 從剛剛那個表 你一看就知道 精神病要怎麼治療 就是龍花糖那一套 大家一起來吹喇叭 做樂器 很難 非常難 因為 藝術家可能 不願意跟別人協助 因為他有獨立工作的能力 設計師也可能有獨立工作的能力 像我因為我速度很快 所以我不用講的 等到我跟人家解釋清楚的時候 青州有個萬蟲山 我早就不知道想到哪裡去了 可能東西都做好了 所以我通常都是 見極理極 想到什麼 我立刻就可以做 各位可以看到 一些東西都是這樣做出來的 還有沒有展示出來的東西 有know how的 我們不便展示 都是這樣 見極理極的做 非常積極的 但是我也可以協助 我也可以帶徒弟 來做什麼東西 那那個東西 大家有緣分了 因為習慣這種模式之後 他才知道 我要他做什麼東西 他很快能夠掌握 那藝術家有時候也能協作 有時候也不能 但是他不管藝術家跟那個 設計師都是能夠獨立作業的 有這個能力 ability的能力 可是精神病患沒有 他沒有創作能力 很多人都誤解 以為那個精神病患 以前那個畫家洪通 畫的那些東西 他畫的那些東西 都沒有辦法做出一個實際的模型 或者什麼的 全部是虛幻的 只是色彩的堆疊 沒有什麼具體意義在裡面 因為他是幻散的 雖然你可以看他畫出來一個形象 可是那個沒有什麼意義 沒有具體意義 那只能講說是 只能講說是他的心裡面的 一個 一種印象的印象而已 所以這個其實 我們從這個 剛才講的那個分析裡面 我們可以道理而轉 就是當你自己陷入沉思的時候 然後你旁邊正常的人告訴你 你的言行有開始異常 你趕快自己要修正 另外一個就是 當你發現到你周遭的人 言行開始異常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糾正 而且不是一個人糾正 要用整個環境包圍他來糾正 就簡單講 就是因為他自己沒辦法自治 沒有辦法自己控制自己的 就要靠環境來控制他 精神病院那種 長期的治療 其實談不上治療 他就等他病發的時候 不管是物理性的 化學性的 生化性的 他那個腦波開始亂動的時候 可能他就會有癲癲 會有什麼產生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把他手腳綁起來的 那如果他還在掙扎 或咬舌的 或怎麼樣的時候 或者是做一些 那個不當的言行的時候 用電脊 或者是用藥 讓他成昏碎狀態 讓他昏碎過去 把這個 不要傷到他的這個肉體 讓他昏碎一段時間之後 醒來之後 可能這段時間過去之後 他這個症狀就消失了 然後你再把他解禁了 他又像一個 暫時像一個正常人 實際上他沒有治療 精神病沒有所謂治療 你要靠什麼心理分析 靠夢的解析什麼 其實緩不濟急 因為那些人 他的心理 他是一層一層包得很緊的 因為他有過社會經驗 尤其是 尤其是有複雜的社會經驗 他那個包得非常緊 他不會透露他真實的想法 但是他真實的想法 你叫很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叫他做個具體的事 跟物出來 設計的人是設計物 Mono 日文叫Mono 就是你的產品是物 藝術家也是 比如說雕塑 他是有實際的東西 立體3D的東西 我跟你說畫家好了 畫家也是畫出一個圖像 具體的圖像 當這個具體的圖像 已經跟這個正常的這個世界 脫及的時候 他就接近精神病狀態 可是精神病的人 他沒有辦法去做這個創作 就算他以前曾經有畫圖的經驗 或者有設計的經驗 因為他的思想已經亂了 整個都患散了 所以那個龍八堂能夠把一個樂團拿起來 吹奏一個合作曲子 其實那是在我看來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工程 非常非常之偉大 因為我跟這個 那個這個 精神病的話相處的時間很長 我從旁邊的那個了解觀察 那是非常難的 像我自己樂器一大堆 中心樂器我可以組兩個團 唾手可得 而且我有一大堆的活動 運動活動這些都有裝備有器材 可是精神病有一個最大的特質就是 他不再有好奇心 他雖然那個表情什麼都很詭異 可是他沒有好奇心 一定要好奇心 藝術家跟設計師都有濃烈的好奇心 而且終身不遇 一直都有 他才會持續下去 那才是他那個生活的那個 那個 源頭活水 那個 朱喜有一篇 有一個詩教的讀書的那個 新的叫做 這個 半母方唐一見開 天光雲隱 共徘徊 問取哪得 清如許 唯有源頭活水 源頭活水就是哪 來自好奇心 求之欲就是來自好奇心 因為你好奇心才會求之 而精神病患沒有 他在原地踏步甚至於倒退 就是這樣 那我們 從那些 這些例子來看 其實我們看老年痴呆 還有失憶症 其實都是一種 廣義的精神病 那 人到老的時候 老 人最怕 人希望說能夠受終正寢 最好是無病無痛的 就 就蒙出寵招了 搞啦搞頭起來 但是這個是可遇不可求的 那 如果說你在老的時候 難免會有什麼 老人的病症出現 失憶 大小便失禁什麼都來了 一個一個 好像冤情在主 通通來找上門來了 其實我們在正常的時候 就應該要防衛杜鑑 希望你周遭有正常的人 可以隨時 以同為境可以正義觀 以死為境可以直心地 以人為境可以明得師 這些重要的界境 我們從年紀輕 不是從年紀輕 從任何時刻都要找到 這樣的人在你旁邊 我個人就認為我是很好的一個 這樣子的鏡子 可以讓人家造妖 可是很多人生在病中不知病 沒有一個精神病的病患 認為自己是有病的 這是鐵律 就像說歷史是 讀死可以直心地 以死為境可以直心地 可是歷史學家說過 歷史最大的問題就是 讓後人重蹈覆轍 讀歷史的最大的功能 仍然是重蹈覆轍 各位可以看歷史 如果你有興趣 古今中外歷史 你會發現到 同一個世界 在不同的朝代 不同的人物 不同的服裝 不斷地輪回上來 難道這些人 沒有讀過歷史嗎 這些帝王沒有讀過歷史嗎 難道他們沒有那些 有學問的史官告訴他說 歷史曾經有這樣的 有這樣的前車之鑑 你不能夠 能夠以此致力嗎 可是歷史不斷承認 就是這樣 就跟精神病 他落入無間地獄一樣 求出無期 以上就是 跟吳正恩各位分享 當我們還是正常的時候 千萬要自己不斷地 對著禁止自己 反省自己 這言行 是不是已經開始偏差了 當然這個所謂的 你旁邊的人 是很重要的一個標杆 他的水準不夠的時候 他聽不懂你講什麼的時候 他可能會誤解你 當然我講這個誤解 不是什麼偉大理論 有的很多科學家 人家認為他是精神病患 這個都是 比如說達爾文被教會關起來 如果說你不改變 還有齊利略也都是 還有殺生之禍等等 那都是宗教法 跟這個沒有關係 我講的這東西是理性的 理性的思考 剛剛舉的那幾個例子 很簡單 就是能不能創作事物 能不能正常的做一些事 思考一些事情 計畫一些事情 有沒有這個能力 如果沒有你可能就退化了 第二個 你能不能夠用這個見解禮 去做出一些東西來 那就是 不管是設計 還是複製還是怎樣 我們一定要不停的 能夠動手動腦 我們才不會退化 而那些精神病患 就是停止了動手 第一個就是好意勿勞 給人的感覺就是好意勿勞 那這好意勿勞 你必須有環境的 他周遭的人力強制 勞動 這個講起來很不人道 可是那沒有辦法 因為他已經 這個不能自治 自己治理自己 以上我跟各位分享 我剛剛分享的 瘋子藝術家 還有那個設計師 三者的不同 跟那三者相 好像相似的地方 謝謝